今天和大家分享在英国特别好种的树莓和草莓成长过程 这是我种的草莓 有的时候会看着它们像牺牲了一样 其实又会长出来 看这些 看看夏天都会长出来的 别看它现在的根是这个样 它没死 这些好一些 这是我在B&Q买的 三小盆十块钱 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 我发现蓝莓速度生长得很慢 Rasperry长得快 这是去年拍的 还吃了好几回呢 差不多有七八个 Rasperry被我吃掉了 这就是今年拍的2020年四月末快五月了 你看 就不清楚英国适不适合种蓝莓 这Rasperry倒是还行看上去 我大提数了一下 这些小的都是自己分出来的 有两颗长triple了 差不多有七八颗 国际过不了多久 这蓝莓一变也没变 这块地都能被填满 这个上面还有不停的新芽往上帽 是吧 你看 不停的找新叶子 我给它捆的绳子 捆到那 被绑上 这就是小Rasperry 你看都出来了 小Rasperry 小Rasperry 看都到这儿 快赶上人了 这一颗都长出好几颗了 这些都没管它自己长出来的 还有这颗 你看 那颗分了三四颗 这边有五六七八颗呢 炸了那么高了 而这边的这个呢 就是 叫Blueberry 长得不行 可能是长得慢 当时买来说很小 可以吧 看都是鲜叶 挺好的了 Rasperry 我一会儿呢 还要把它这叶子呢 变成树莓叶茶 对女性孕妇啊 还有痛风 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长得挺快的 反正我发现英国的天气 挺适合养这些草莓树莓之类的水果 它是这种的小白花 今天有点冷 晚上我都戴上手套了 它是这种白颜色的 如果可以的话呢 建议大家种植这个树莓 因为它的叶子呢 不但就是对女性特别好 再一个呢还可以吃它的果实 第三个又特别的好养 死不了水果 谁养都能活 这个Rasperry 这个时候还不太熟 你看它下面都有点黄 熟透了的呢 最好吃 但是有的时候熟透了 就自己也能掉了 稍微讲词 不怕 就切得了 其实它已经吸收了 考虑到库子 越来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来越来越厚 这个没有那么甜 因为没有完全熟透 它的底部呢 看到还有点黄 这几株树梅 反正我从买了以后 就基本上没管它 也没施肥 也没怎么的 它自己就长得挺好的 明年会更多 这些叶子呢 我就给它变成树梅茶 亮起来 我做了一个影片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如果懒得做呢 上商店里买Raspberry Leaf Tea 也是很好的 因为我一直在喝上瓣 就拿着去 真的挺不错 这样的话 它的植株就整齐多了 不然的话呢 它就东倒西歪的 它就能吃到 不然的话 它就不宝了 不然的话 它就能吃到 它就能吃到 那些植树梅茶 在池柜里 有点 那些植树梅茶 它就能吃到 那些植树梅茶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草莓也没管它 也是每年都出来 也不施肥 也不冬天 也不往屋子里面孕 就一直放在外面 很泼辣 小花盆都能养 就是在英国特别适合种这些东西 我想起来我好像给它试过蛋壳肥 它的叶子有的时候会被蜗牛还有slug吃掉一些 不过并不影响结果实 它的果实呢会被鸟吃 但是我不建议它吃一点 你要是不想让鸟吃呢 你就买上一个网子 把它网起来 这个很好吃 我买的这个品种是sweet eve 是我吃过的英国草莓中 我认为最棒的 但是也死了好几株 我买了有四株 两株已经死掉了 被鸟吃的 你都拿走了 你看你做成这样 每天都来吃一点 有的时候一整棵都被它们叼走 我这三个盆子里是种的三个不同品种的草莓 到英国的garden center 也就是一磅钱一小盆 我是没有每年都买 它分了枝子我就单独在种 买也不贵 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自己会分枝 它一个长枝子给它剪吧剪吧 反正我也做过一个影片 插进去就能活 我这次会认为最棒的草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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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这次会认为最棒的草莓的草莓的草莓和草莓的草莓的草莓 我其实也不是每天都给它们浇水 有时候忘了 这怎么看上去有点蔫了呢 这就是我昨天 前天给它种上去的 它分了一个这个根 我给它剪了剪 只要有根的 我忘拍了 不过我有单独拍过一个影片 这边呢是 这边是我两年前拍的 就是分根 长的也死不了 现在草莓就长得不大好了 7月份 7月12号了 不行